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动帮她向基督教救助协会 申请急难救助金 虽然只有四个月每月五千元 但对她来说就像是场及时浴 教会只要有她需要的东西 我们会帮她添购 像她现在的那些锅子 也都是教会借给她 去年每秋开始卖起铁蛋 豆干 鸡脚等简单的卤味 刚开始完全没有人家 我都没有偷工减料 吃过的邻居 教友们都赞不绝口 还把铁蛋命名为幸福铁蛋 而且她们也还主动会愿意去帮助别人 像如果她有一些产品 她也会给我们的陪同伴 弱势的陪同伴孩子吃 孩子都非常喜欢吃她的产品 基督教救助协会 推动的急难家庭救助计划 我们急难救助金的一个对象 一般来讲就是说 一些经济已经比较弱势的家庭了 然后他们在碰到一些急难的事情 譬如说伤病 或者是失业 或是意外 或是甚至死亡 最多就是我们一个 维持你至少有饭吃 人吃了饱了就会有希望 包括各地教会协助这些家庭 连结其他资源 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能够募款到三千万 三千万 对 因为我们的个案一直都在增加 动新闻书号报导 非常常的 在李登日经 前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登日记 《质疾病な优优优独播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登日农